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黃蜜蜜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獨立特派員節目 這個星期 我們要繼續為您揭發活跳跳的海鮮 背後的真相 相信有很多觀眾朋友在買魚的時候 也特別喜歡挑活魚 以為這樣子就能夠保證新鮮 但是獨立特派員 在深入追查之後發現 這個魚蝦從魚池裡面撈上來 要送到消費市場 還能夠保持活跳跳 真的是有點困難 因為在一路上會遇到相當多的難關 包括這個魚蝦如果在驚慌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相互碰撞 然後就受傷 而且也可能會遭到細菌的感染 但是消費者當然不想要買那些病奄奄 看起來賣相不好的魚 這時候怎麼辦呢 是不是有一些業者 可能會想辦法動些手腳 獨立特派員為了了解這個問題 特地到傳統市場去購買海鮮 並且送到了全球最大的檢驗機構 SGS進行檢測 結果有什麼樣的重大發現 以下就是記者張曉穎和周明文的調查報導 因為它最主要有一些滿嚴重的副作用 到傳統市場買魚 怎麼挑才新鮮 這個塞這樣很紅 對 很紅耶 看魚眼睛 魚眼睛跟塞 跟塞 然後再壓一下肉 再壓一下肉 對 這樣看你就會買到什麼 肉是要怎樣 有彈性 有硬 不要軟軟的 有硬 對 魚這樣下去就軟掉了 這絕對不是解凍過的 沒有解凍 解凍到眼睛會變紅色會塌下去 解凍以後就會這樣 這個嗎 對 眼睛 你看他的眼睛 你說眼睛會塌下去 對 會不會 這個就解凍的 對 這是什麼魚 那個肉魚 肉吃辣 肉吃辣 很多人以為傳統市場的魚最新鮮 其實有些魚在船上已經冰了好幾天 還有的是解凍的 不過買魚不是只有新鮮就好 即使是活魚都不能保證安全 因為你不知道他們曾經吃下什麼 那台灣大家知道我們地下人稠 雨溫裡面也是一樣也是養得很密 那越密的話當然就是疾病如果控制的不好 就容易發生嘛 那當然為了控制疾病我們允許他用特定的藥 這些藥是被證實是至少到最後這15年的末端 人類食用的時候是沒有害的 為了治療一些水產動物的疾病 政府規定有15種藥品可以合法使用 每一種藥必須經過5至30天的停藥期 才能夠將魚蝦捕牢上市 可是偏偏就有人常常違法用藥 為了實際了解水產品藥物殘留的問題 獨立特派員到傳統市場清新採樣 鱸魚怎麼賣 一隻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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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吃的 一隻150 新鮮嗎 有 這什麼鱸魚 今天呢 金木 金馬鱸魚 那你幹嘛幹嘛呢 對啊 那如果抓來他是活的 都要給他綁的 一般人在手術鍋後或是哺乳期 最喜歡吃鱸魚 這些人的飲食安全很重要 鱸魚是我們首要監測的魚種 來自大陸的黃魚 也是需要監測的目標 還有大家嘗試的白蝦 這是宜蘭的白蝦 宜蘭的白蝦 對 現在很漂亮 以及之前老闆強調 眼睛很亮 魚鱈十分鮮紅的五載魚 到底我們在菜市場買到這些 眼睛非常亮 魚鱈非常鮮紅的魚 有沒有問題呢 一起去檢驗看看 我們將四件樣品送到SGS 進行檢驗 樣品三是鱸魚 鱸魚 檢驗項目包含三十八項動物用藥 經過一個禮拜 檢測報告出來了 我們在白蝦驗出治療牛羊豬腸道感染的抗生素 浮滅菌 無獨有偶 台北市衛生局五月公布的抽驗結果 也在白蝦身上 驗到同一種抗生素 浮滅菌本身是不用在人體的 因為它最主要有一些蠻嚴重的副作用 第一個就是眼睛畫面的傷害 使用浮滅菌的話 事實上它會讓我們眼睛產生幻解 甚至產生影像扭曲 視力模糊 而且事實上它還有一個傷害就是 它會產生結晶 造成我們聖結石的浩化 但是由於它這個是殘存的量 殘存的量是在蝦子是規定是不能用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是擔心兩個傷害 一個傷害就是過敏性傷害 浮滅菌在以前曾經發生過 會產生過敏性休克 這種過敏性的傷害 不會因為你的劑量高低而受到影響 非常微量 假如你有對這個有過敏的人 你可能就會產生很厲害的反應 第二個我們所擔心的就是 這些活滅菌你長期少量攝取以後 會造成你腸胃道的細菌有抗藥性 浮滅菌沒有用在人體 但它屬於福奎諾同類 這類抗生素是人類的救命藥 很多難纏的細菌感染都靠他們治療 可是這類抗生素有很強的交叉抗藥性 只要濫用其中一項 就會產生同類抗生素的抗藥性 但是不管是第一代抗生素 第二代第三代 其實基本結構是雷同的 是相似的 而且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我們不用第一代 人類不用第一代 但是你第一代給動物用 所以虛菌在動物的體內 就產生抗藥性的時候 當你人體感染到抗第一代抗藥性的虛菌的時候 事實上你可能第二代抗生素 第三代抗生素 同樣就具有同樣的抗藥性的細菌 它細菌可能對這些藥物都不會有反應的 你沒辦法把它殺掉 此外我們還在塞很鮮紅的五載魚身上 驗到兩種不該加的抗菌劑 上個月衛生署也在16件 五載魚驗出8件非法用藥 這次我們只買一件就驗到不合格 這種魚種用藥的比例實在太高了 五載魚在跟其他的魚類來比較的時候 牠是比較 生長比較快速 那因為又這兩年 這個新興的一個魚種 那整個養殖業者 在對於這個魚的這種 生產管理上面的這種技巧 可能還沒有絕對的把握 所以可能在這種情況下 相對於其他魚種 牠用藥的情況會比較多一點 不只吳仔 像這種外觀非常美麗的綁桃 以及長得很像白昌的金昌 被驗到不合格的比例也很高 而且大部分來自屏東 因為像屏東是一個產地的一個縣 那很多魚會養在屏東 之前很多商家他所回來 我們所看到的那些資料都是混貨的 混貨就是他可能在上架架子上面的魚貨 可能就是從好幾家養殖場進去的 所以我們族就是愛家愛戶去拜訪那些養殖戶 一般都不會承認 都不會承認說他們有 那到底是哪一家呢 幾乎沒有辦法說找真正哪一家去開發 可是就算盤商抓魚的時候沒有混貨 也很難罰到人 因為如果養殖池是空的 沒有魚沒有證據 要怎麼說一定是養殖戶用的藥呢 也許是盤商在販運過程加的也不一定 魚那麼多的旗 那麼硬擠 他在碰撞跳 因為在被我們叫做緊迫的一個情況下 魚一定會跳 會彼此碰撞 就會出現一些傷口對不對 那傷口就是賣相就不好 或者是說容易就是做 會有一些感染 這個部分我想是值得再去探討 因為我們現在當然比較大的一個 沒辦法直接切入的 就是在這個販運過程 是不是有哪些用藥的這種情況出現 養殖魚在池子裡歸漁業署館 上市後歸衛生署 可是在販運過程中幾乎無法可管 養殖水產的食品安全是一筆糊塗帳 因此源頭管理很重要 漁業署每年都有進行上市前檢驗計劃 可是抽驗的比例太低 根本無法發揮惡阻的效果 再加上漁業署給的取樣範圍很廣 可以由執行單位 變相地去找願意被拿去驗的養殖戶 這樣驗出來的結果 不合格也很難吧 漁業署是希望我們給一個名單 這個名單 希望你在這個名單裡面去採樣 那以往的名單可能是五倍的量 譬如說我們打算採兩千件 那我可能給到一萬個名 一萬個養殖戶的名單 你去從這裡面去取樣 那目前到去年 我們限縮到兩倍半兩倍 今年我們更限縮到一倍半 就是說我只因為不排除 縣市政府人員去採樣的時候會碰到它已經收成了 或者是魚苗才剛放養 不合格的程度比例大得是 大概我們合格的程度都在 如果要以縣市別來看的話當然會有一些差異性 但是總體而言大概只有97%以上是合格的 檢驗結果的數字很漂亮 可是不具代表性 否則為什麼獨立特派員買了五仔 白蝦 鱸魚和黃魚四種水產品 每一種只買一件 就在五仔和白蝦身上驗到不該有的藥 這97%的合格率和1分的中獎率 怎麼差 怎麼多 養殖水產常常被驗到用藥殘留 六年前 屏東縣臨邊漁會想出一套自主管理的機制 他們主動幫養殖戶的魚送檢 再用漁會的品牌行銷掛保證 臨邊漁會利用檢驗和產銷履歷的方式 保障消費者的食品安全 不過台灣吃魚不喜歡買冷凍的 水產的產銷履歷很少人願意做 清晨六點 柯德義趕著將鱸魚捕撈上岸 他的魚不僅有做生產履歷 而且養殖過程完全不用藥 不過 產銷履歷的市場太小 他的魚98%都賣給大盤 盤上一收 將他的魚和別人都混在一起 給的價錢都一樣 柯德義並沒有因為 生產履歷得到更好的利潤 消路台幅都賣了 都賣生利人 98%賣生利人 我市場是都賣日本 因為我市場的規格都比較大 賣都賣日本 我的品質到那裡 自己稍微2%自己賣 稍微 普通 如果我們自己做的 一定要產消履歷 自己賣一定要產消履歷 反正要賣他不用 他只要價格比較多就好 柯德義只有2%的魚進到有機通路 才可以賺到合理的價錢 你都在做外銷 內銷的部分比較少 你為什麼要做產消履歷 因為要產消履歷 首先我們對消費者一種保證 有透過政府對消費者一種保證 我們絕對沒問題 政府在自己嚴重 要給你看看 很重要 對 應該是很重要 不過 為什麼大家沒有... 沒有要做 就做到沒有什麼理順了 多麻煩而已 當時要嚴重 什麼也不可以 什麼也不可以 我們把它放飼料 飼料就要離地幾公分 它才會通風 里面多少 船頭市場沒有標示 誰都不願意為這條魚負責 唯有建立生產者責任制度 才能確保民眾吃得安心 產消履歷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可是政府推廣不夠 消費者沒有認知 實在很難有效果 就像上市前抽驗的比例太低 也無法發揮惡阻的功能 空有制度 卻沒有貫徹執行 買魚間吃藥 倘若您今天到市場買水產 和我們一樣 買了四件 就有兩件加了不該用的藥 您還吃得下去嗎 臺灣人特別愛吃海鮮 不過獨立特派員在幾次採訪調查的時候 卻發現在安全上有許多的漏洞 奇怪的是相關單位好像又不覺得這個問題有多嚴重 我們已經決定要持續追蹤報導 也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可以提供線索 還有自己寶貴的經驗 可以在網站上面跟我們聯絡 好 現在我們稍微休息一會 稍微回來要繼續帶您關心 苗栗大埔事件的後續報導 我們只能夠補充 從它們 empirical在 stal 擁有許多提示的